这家七星级酒店最有特色的菜品居然是泡面 因为每吃一次就能拿一千万 吃的次数越多 拿的钱也就越多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来吃 只有欠下巨额债务 走投无路的人才会被选中 首先酒店会给每个人准备一亿的宝蛋 只要签字立马生效 但要拿走这些钱 就必须参加酒店准备的死亡游戏 八个人每死一个 其余的人就可以瓜分他手上的一亿宝蛋 酒店会提前垫付这些钱 但前提是会扣除10%的手续费 也就是一千万 剩下的七人瓜分剩下的九千万 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分到一千两百八十五万 无一例外 这些走投无路的人 都在宝蛋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很快就开始了第一轮的死亡游戏 管家手上有八杯水 但其中一杯含有剧毒 众人一致选好了自己的水杯 管家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必须将杯里的水全部喝完 否则就算弃全 就在大家嘴杯一饮而尽的时候 一个大叔却喊成了游戏 他要和对面的小姑娘交换嘴杯 因为他觉得小姑娘很纯洁 而纯洁的人选择水是不会有毒的 小姑娘不想惹事 切生生的和他交换了水杯 一旁的白衣男健壮 也要找个人交换一下水杯 对面的光头哥说我跟你换 他俩在交换完水杯之后 也到了游戏开始的时间 随着管家一声令下 众人将杯里的水一饮而运 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药性化作 在此期间 管家贴心的给每个人都准备了泡面 他让大家放心吃 泡面是安全的 就在这时 白衣男却露出了便秘的表情 很显然他中招了 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 白衣男倒在了地上 不得不说光头哥的运气是真好 众人这时也都反应了过来 庆幸倒下的不是自己 举办方很讲信用 将钱分到了每一名幸存者手里 最高兴的要赎胖姐 因为他在外面欠的钱最少 现在不仅能还清赌债 还能多出来一百多万 管家提醒他 出去之后这里发生的事情 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胖姐满口答应 拿着钱高高兴兴的离开 而当胖姐走后 管家让大家算一下 终极大奖是多少 光头哥很聪明啊 他马上计算了起来 六个人就是六亿 扣除举办方六千万的手续费之后 最后的赢家竟能分到五亿多现金 所有人都被吓傻了 这时赌徒的本性显露了出来 胖姐去而复返 要求继续参加游戏 他很享受赌命带来的快感 随着胖姐的再次加入 最终胜利者的奖金 也升到了六亿三千万 下一轮玩啥呢 不知道啊 只见管家抱来了一个箱子 黄指包裹着什么 管家让每个人选一个 原来黄指里包的是左轮手枪 轮盘里只有一颗子弹 管家转动轮盘 然后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这次要玩俄罗斯轮盘啊 为了防止穴剑当场 管家还给每个人准备了一个枕头 挡在头和枪之间 还真是贴心啊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次纯洁的小姑娘 主动提议和大叔换枪 但大叔却犹豫了起来 这次光头哥说我可以跟你换 但他的举动却惹恼了大叔 大叔把他怼了回去 和小姑娘交换了手枪 见光头哥吃饼 一旁的小姐姐说 他愿意和光头哥交换 因为他的玩偶会饱和他 光头哥想了一下 答应和他换枪 他俩换完枪的同时 游戏也正式开始 管家倒数 三二一 开枪 大家纷纷抠动扳机 但幸运的是没一个人中枪 看来大家运气都不错啊 管家让大家振作起来 再来一次 众人重新将枪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随着管家喊完指令 众人再次抠动扳机 但奇迹的是 这次又没人中枪 真是活受罪啊 光头哥直接被吓得要上厕所 但管家却拦住了他 说游戏一旦开始 就不能中断 无奈他只能回去 管家让大家打起精神 尽快结束这场游戏 随着众人第三次抠动扳机 游戏有了结果 倒下的是有玩偶护体的小姐姐 众人都发出了 劫后余生的狂笑 光头哥被惊得不知所措 看来他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但他真的是凭运气赢的吗 管家在给众人分完钱之后 让大家养好精神 准备迎接明天新一轮的夺命游戏 光头哥在回房之后 就拿出了失常的手机 向外界打起了电话 他果然有貌腻 光头哥还不知道 在酒店的某个角度 正有一双眼睛注视着 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而下一场夺命游戏 光头哥还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吗 水下憋气比赛 冠军会丢掉姓名 但亚军却可以获得 一千万的终极大奖 这是因为六个水槽之中 有一块盖板盖上之后会被封死 五位选手都陆续选好了自己的坑位 但光头哥却迟迟不肯下水 因为他怕水 裁判催促他快一点 别耽误大家时间 光头哥这才颤颤巍巍的下了水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众人都潜进了水里 坑位上的盖板也随之盖上 时间过去的很快 第一个撑不住的是二号选手 接着是一号 五号 六号 现在水里只剩下了三号的光头哥 和四号的杨子姐 杨子此时想到了他的前半生 他本是一位财帽双全的女强人 一位大佬要对他进行投资 他以为对方看中的是他的财 但没想到大佬图的是他的帽 骄傲的杨子拒绝了大佬 但因此也遭到了大佬的报复 欠下了巨额债务 他宁死也不肯向强权低头 时间来到了145秒 杨子撑到了极限 命运之神这次没有眷顾光头哥 他永远留在了水下 剩余的五人瓜分了光头哥的钱 杨子最为高兴 因为他额外获得了主办方提供的1000万大奖 但管家在整理光头哥遗物的时候 却发现了他失常的手机 而他从电话里夺知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给光头哥打电话的人 竟也参加过死亡游戏 他在赢下三个回合之后 就退出了游戏 但人性中的贪欲让他后悔 回归平静生活之后 他活得像个行尸转肉 他想卷土重来 但对面的男孩却不赞同他的做法 说如果是自己的话 赢够了钱一定会安稳的度过一生 而眼睛哥为了表示诚意 拿出了之前赚来的钱作为筹码 管家让大家考虑一下 而看似单纯的小姑娘 一改平日的胆怯 极力劝说大家同意眼睛哥参与进来 因为接下来的游戏 如果眼睛哥玩过的话 他们可以参考 而且多一个人 他们活下来的几率也会大一些 众人一想也是 便答应了下来 很快就到了第四轮死亡游戏 房间里有六把椅子 其中一把连接了万福高压垫 众人让眼睛哥先选 眼睛哥是个聪明的 他马上明白了大家的意思 可这游戏全凭运气 哪有什么经验可谈 眼睛哥早了把椅子就坐了下来 但众人却背着他 玩起了剪刀石头布 这是为啥 原来他们在争眼睛哥选的椅子 大叔运气比较好 赢了 他让眼睛哥把这个位置让给他 而眼睛哥居然笑了 他告诉大叔 自己没有做任何手脚 这个游戏真的只是凭运气在玩 随后大家陆续选好了位置 只有眼睛哥和小姑娘没选 小姑娘不敢先选 但与小姑娘不同的是 眼睛哥表现得胸有成直 自在 他毫不犹豫地选了一把椅 在众人做好之后 管家也打开了开关 到底谁会成为战板上的肉 我们拭目以待 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眼睛哥竟然记了 看来人还是不能太支付 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分钱环节 因为有了倒霉哥的加入 众人这次的奖金都多了不少 与此同时 管家还宣布了另一个好消息 有两位玩家已经赢够了还债的钱 一个是单纯的小姑娘 还有一个是乖乖男太医 他俩随时可以离开 开始新的生活 但随着游戏的进行 太医的心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要留在这里 而那个小姑娘和他一样 也选择留下来 这可把一旁的胖姐急得不行 他大骂小姑娘糊涂 但小姑娘却不为所动 和死亡游戏相比 人心的险恶才是最可怕的 太医在私下说起了小姑娘的坏话 他告诉胖姐 那个小姑娘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纯 他其实是隐藏在人群中的狼 下一关叫致命毒火锅 但管家是个变态 竟想出了新玩法 致命毒火锅 吃下去当场毙命 但所有人都想第一个动筷子 原来厨师是个变态 锅里的五种蘑菇 只有一种是毒蘑菇 为了增加游戏难度 他让每个玩家挑选一种蘑菇给别人吃 也就是说越靠前挑选的人 吃到毒蘑菇的几率越小 他们为啥要参加这么变态的游戏呢 因为终极大奖是六个亿 这时小姑娘告诉胖姐 说自己高中的时候 学过怎么分辨毒蘑菇 可谁要第一个挑选呢 管家有办法 他拿出一副扑克 让每个人抽一张 点数最大的最先挑选 最小的最后选 杨子毫不犹豫的拿了第一张牌 大叔大喊一声佛祖保佑 也拿了一张 然后一次是乖乖男太一 单纯的小姑娘 和居中的胖姐 大家一次亮出了自己的点数 大叔是13点 乖乖男太一是7点 胖姐是2点 完蛋了 这点数弱爆了 可没想到小姑娘是1点 这让胖姐高兴的不行 而最后一位亮牌的杨子 是黑桃13 毫无疑问 杨子可以第一个挑选 但大叔不乐意了 说自己也是13点 凭什么他先挑选 管家说按照国际规定 点数一样大的情况下 就以花色排序 黑桃最大 红桃第二 方块第三 梅花第四 我隐约觉得这老头哪里说的不对 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大家觉得他哪里说错了吗 接下来就是选菜环节 杨子第一个 他挑了一种看起来 最像毒蘑菇的放到碗里 然后把碗放到了大叔面前 接着是大叔 可他在挑选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蘑菇都在一个锅里 如果串毒怎么办 管家说他特地选了 不会渗毒的蘑菇 让大叔放心选 大叔选了之后 静止走向羊子 但他却把碗放到了 乖乖男太一面前 接着是太一 他选了一种 看起来比较正常的蘑菇 然后给了羊子 现在只剩下胖姐和小姑娘 没有挑选 这时胖姐让小姑娘 帮忙挑选毒蘑菇 因为一路走来 她和小姑娘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胖姐要舍己为人 吃下毒蘑菇 她让小姑娘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这把小姑娘 感动得不行 小姑娘指了指红色的蘑菇 说这个有毒 可小姑娘 还没来得及高兴 胖姐就将毒蘑菇 端给了她 这时胖姐也露出了真面目 真的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 小姑娘哭哭啼啼的 挑选了最后的母 端到了胖姐面前 胖姐得意的 让她多吃一点 随着管家一声令下 众人将碗里的蘑菇 吃得干干净净 和他们等了三个小时 也不见毒性发作 原来小姑娘才是 那个隐藏最深的人 管家如约将钱分给了大家 但小姑娘却掏出一样东西 让管家丢掉 原来这是胖姐 之前送给她的幸运宝物 现在胖姐死了 她也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但这也惹怒了大叔 她没想到小姑娘这么阴险 小姑娘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大叔 说彼此彼此 大叔气得当场就要教训她 好在被众人拦住了 但奇怪的是 在下一场夺命游戏 即将开始的时候 大叔却神秘消失了 而小姑娘露出了 耐人寻味的笑 第六轮游戏市场 国命断头台 请接着往下